哈喽哈喽小伙伴们好久不见 最近呢我有点小忙哈 所以呢隔着一天发了一个视频 最近呢我在忙着open house还有考证 那么房源的视频呢 我是还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请敬请关注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 或者是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击关注订阅 我是Zoey若宜一米生活在加州的房地产经纪人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宝藏房源 它是在尔湾的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 是五帮五位的然后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这个后院也非常大 在尔湾来说是非常大 还有自己的高尔斯小球场 那它的占地面积是3437平方尺 2018年间HOA是225块钱一日 占地面积为3447平方尺 居住面积是6151平方尺 我觉得这张房子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一楼有两个卧室 这样的话会更加方便主人出租 因为很多人喜欢让租客住在一楼 然后自己住在二楼这样子 那就跟我一起来参观一下这套房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楼有点像子母房的感觉 这是一个一楼的卧室啊 它又分为两个卧室 然后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那么喜欢的朋友可以把这两个都做成卧室 或者说一个做成书房也是不错的 和很多房子一样 这栋房子呢也没有请Stagion公司布置过 但是也不妨碍它是一个很好的房源 那么这儿是电视机柜 下面是一个壁炉 它的客厅非常的宽 厨房的左手边就是这样一个pantry 这扇门呢就是通往它的车库 三车库 那么这个房间呢 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卧室 或者说是吃饭的地方 或者说是书房 因为这个房间的采光它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办公的地方 办公累了就可以望望窗外的绿色 这就是刚才我在录我自己的时候的那个院子 这房主是一个很爱打高尔夫球的人 这个院子在尔湾呢算是非常大的 这儿还有一个加州庭院 这是个L型的院子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楼上吧 那么这道房子的楼梯是升过级的 只要不是地产的话 一般都是升过级 木质地板呢比较受我们亚洲买家的喜欢 这是它的洗衣房 我可以看到除了房间里呀 到处都是木地板 其实外国买家也很喜欢木地板 不单单是我们亚洲买家 楼梯的左手边就是这间次货了 然后来看一下这一间采光非常棒的主卧 它是个正方形的房间 那么这是试衣间 这儿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它这个淋浴房非常大 而且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 这个是楼上合用的卫生间 而且是声控的哦 卫生机过的浴缸瓷砖呢 就会是白色的 这是我们看的第五个卧室咯 那这个卧室呢 是有自己的洗手间的 好了朋友们 这套房子我们看完了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拨打我的电话 或者是添加我的微信哦 关注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当地的生活 以及加州的房源 我叫Zoe过一 一名生活在加州的房地产经历 加州的房地产经历